爱姐这大长腿 估计花局看见了也得羡慕吧 爱姐除了长相可爱 智商也是超高的 这天爱姐正在练习引体向上 感觉有点累了 就想吃个果果再继续 小脚在吊篮上巴拉了半天 找到平衡点之后 再抓住机会平稳降落 手和脚分工明确 真是个练体操的好苗子 当然可可珠和爱姐相比也是毫不逊色 这舞蹈动作相当优美 还略显妖娆 有时候都怀疑于可于爱 是不是生错性别了 不过于可走搞笑风偏多 连上班方式都相当奇葩 非要趴在妹妹的身上再出来 妥妥的一个妹宝熊 在还没和妈妈分开的时候 于可于爱两兄妹 是各种各样的废妈 给二顺妈妈气得独自一熊 惆怅地望着远方思考雄生 咱就是说二顺也太惯着孩子了 以至于于可都分不清谁是大小王 上去就想跟妈妈打架 最终平本是挨了一个她最爱吃的大嘴巴子 而爱姐不拽的时候非常可爱 尤其是时不时的断店 还趴在小饭桌上吃小零食 像急了上课偷吃的样子 这两兄妹真是越看越喜欢啊